刷爆全网的空中漫步名场面终于有了标准答案 最近国产喷气飞行背包化身钢铁侠频频亮相 把科幻电影里的场景硬生生拉近了现实 更震撼的是这台能原地起飞的黑科技装备 从核心零件到整体系统实现了100%国产化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 国家大事从不缺席 舆论场中抽丝破茧 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 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前几天一条短视频在各大社交平台突然爆火 画面里的场景让无数网友直呼 穿越近了科幻片 视频内容是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阔的户外平台上 一名身着专业装备的男子 胸前和背上都拖着一个黑白相见 形似巨型工具箱的设备 那便是此次的主角 喷气式飞行背包 只见他双脚微微分开 双臂倾抬至胸前保持平衡 深吸一口气后 猛的一蹬地面 身体竟像被无形的力量拖举般 缓缓升到了离地近两米的半空中 稳稳悬停在众人眼前 周围近百名观众瞬间沸腾 原本举着手机随意拍摄的人群 此刻全都屏住呼吸 镜头死死锁定空中的身影 有人忍不住发出嘀嘀的惊呼 有人下意识往前凑了两步 还有人激动地拽着身边同伴的胳膊 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细节 这还没完 男子在半空中轻轻调整身体重心 背包两侧的发动机发出平稳的嗡嗡声 他朝着远处的会展楼方向缓缓飞去 在空中画出一道流畅的弧线 又稳稳折返回来 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般平顺 最后他慢慢降低高度 双脚轻盈落地 现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这条充满冲击力的视频 很快就在网上掀起了热潮 评论区里 网友们的讨论热性高涨 这不就是美人鱼里 邓超背着飞行器的名场面吗 现实版终于来了 小时候玩红井里的飞行兵 现在居然真的实现了 中国科技也太牛了 还有人好奇追问 这个背包到底是什么黑科技 普通人能玩吗 就在大家还在为视频里的场景 津津乐道时 近日在浙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上 这款网红喷气式飞行背包 再次惊艳亮相 这次登场的 依旧是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视频里的那名男子 焦伯敬 只见他熟练地坐在椅子上 在团队成员的协助下 穿戴好飞行背包 背带紧紧固定在胸前和腰间 检查完每一个接口后 他站起身 在众人期待的目光中 按下启动按钮 顿时 背包前后两侧的发动机 传来清晰的嗡嗡声 紧接着 明亮的橙色火焰 从喷口喷涌而出 随着设备功率逐渐稳定 火焰慢慢收小 变成几缕淡淡的清烟 与此同时 胶不净双手微微摊开 脚下的地面渐渐远离 整个人平稳升空 又一次在空中飞了一个来回 甚至还轻松调整了两次高度 即便已经在视频里见过一次 周围的观众还是忍不住 发出振振惊呼 有一说一 其实 个人飞行器并非全新概念 早在上世纪的科幻电影和小说里 人类就幻想过 背着背包上天的场景 但多年来 它始终停留在荧幕和文字中 难以走进现实 国际上的飞行背包产品 也一直面临着续航时间短 设备价格高 操作难度大的三大瓶颈 大多只能作为科技展品 偶尔亮相 而这款由浙江大学团队 研发的喷气式飞行背包 却一举打破了这一限制 展现出中国在该领域的突破性进展 两次公开展示飞行背包的钢铁侠 焦薄镜 摊起这款设备是满脸自豪 他表示 目前国内应该只有我们能做到 随时随地把背包拿出来飞 不需要复杂的场地准备 也不用漫长的调试时间 焦薄镜的团队成员透露 从最初萌生研发想法 到如今能稳定展示 整个过程已经持续了三四年 光是飞行测试就进行了整整两年 他们前后迭代了好几版设计 现在展示的这套是飞行最熟练 技术最成熟的一套 光地面调试就做了上千次 所以这款飞行背包看似简单 背后却藏着精巧到极致的工程设计 与其说它是包 不如说更像一只愣角分明的箱子 侧面清晰印着浙江大学的校徽logo 透着浓浓的科技感 碳纤维材质的连接板 轻盈又坚固 牢牢固定着定制的背带系统 能将设备重量均匀 分散到人体背部和腰部 最核心的部分 是四只银色贯装的喷射发动机 分别安装在背包的前后两侧 搭配起来形成稳定的动力系统 整个飞行系统有五台 握喷发动机共同提供动力 其中两台通过手柄操作 握在手中就能调整方向和速度 背后还有三台作为主动力源 确保升空和悬停的稳定性 油箱则被巧妙地安置在背包两侧 既不影响操作 又能最大程度利用空间 团队还公布了一组具体参数 背包自重31公斤 相当于一个初中生的体重 能持续载人飞行三至五分钟 飞行极限速度可达100公里每小时 即便在海拔1500米的山区 也能稳定飞行 而在杭州这样的低海拔地区 最高能飞到两米多的高度 刚好能避开地面障碍 又能让操作者清晰观察周围环境 其实从技术上来说 速度还能再快 但太快的话操作难度会成几何级增长 普通人很难把握平衡 安全性也会降低 叫不禁笑着解释道 油量也是目前的一个限制 不过单背包的潜力还很大 现在用它飞过小河 闪钩肯定没问题 未来续航还能再提升 面对这样一个会喷火的喷气设备 很多人最关心的问题 莫过于安全吗 有网友甚至调侃 发动机会喷火 会不会不小心烧到屁股啊 江不禁听到这个问题时 也忍不住笑了 他表示 大家放心 我们早就考虑到了这个问题 只要按照规范操作 发动机喷出的热气会迅速朝外扩散 不会接触到人体 正常飞行时 甚至看不到明显的火焰 只有启动瞬间会有一点火星 不过飞行背包毕竟是专业设备 并非拿起来就能飞 需要进行系统的教学培训 才能安全上手 叫不禁打了个很形象的比方 就像学自行车 刚开始肯定会晃 甚至会摔 但练上几天 掌握了平衡感 就能轻松驾驭 我们的飞行培训也是这样 从地面模拟操作 到低空短距离飞行 循序渐进 普通人只要认真学 都能掌握 这意味着 未来有一天 普通人或许也能背上飞行背包 体验空中漫步的乐趣 值得一提的是 这套喷气式飞行背包的未来 可能不仅属于人类 江博星表示 现在我们研发的是载人版本 但未来这套装备 未必只给人用 人形机器人也可以驾驭它 到时候就能代替人类 飞到火灾现场 地震废墟 这些危险又艰难的地方 执行救援任务 大大降低人员伤亡风险 目前 这款飞行背包 还处于小皮量生产阶段 每次展会后 团队都会根据展示情况和观众反馈 进行优化调试 比如减轻设备重量 提升续航时间 减化操作流程 虽然还没有大规模商用 但它已经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比如在应急救援领域 如果遇到洪水 泥石流等灾害时 救援人员背着它 能轻松飞越河流 沟壑等传统救援设备 难以跨越的障碍 第一时间到达被困人员身边 争取宝贵的救援时间 而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 焦博敬表示 未来我们或许会推出 儿童专用的小型飞行器 重量更轻 速度更慢 训练难度也会更低 就像小孩学自行车一样 练几天就能飞起来 说不定以后公园里 会多一种空中游乐项目呢 值得一提的是 在焦博敬每次展示结束后 都会有很多观众慕名而来 想要体验背上背包的感觉 其中有一位年轻小伙 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背上了飞行背包后 忍不住感叹 他比想象中沉一点 但贴在背上很稳 摸着手柄的时候 真的有种要起飞的激动 我就是冲着网上的视频来的 今天亲眼看到 还亲手摸了 完全没失望 话说回来 焦博敬与飞行的缘分 还要从二十多年前说起 最早的时候 他做的是固定翼无人机 后来随着技术发展 开始钻研载人飞行器 这一研究就是六七年 算是一路跟着中国科技的脚步 从无人飞行走到了载人飞行 对于未来 他有着更温馨的憧憬 等儿子再大一点 肯定要试试父子一起飞 以后全家人在空中散步 想想都觉得有意思 一家人在空中飞行 这样的场景听起来像极了科幻电影里的画面 但对焦博敬和他的团队来说 或许只需要一两年的时间 就能把这个梦想变成现实 焦博敬坦言 国外研发载人飞行器的时间比我们早 早期进展也比我们快 但这些年 中国团队一直在努力追赶 现在我们已经赶上来了 甚至在一些技术细节上 比国外的产品更贴合实际需求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真的能背上这样的飞行背包 告别早高峰的拥堵 在城市上空自由飞行 当那一天到来时 回望今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 和浙江大学上空的身影 我们会突然发现 那就是科幻照进现实的起点 使中国科技一步步实现梦想的见证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